今年真正的球鞋春晚 维德这道11 刚刚穿着打了个全场 马上给大家带来一个实战的初体验测评 这期内容尽量简短一点 而且相信大家也非常好奇 这两双鞋穿着有什么区别 所以我也特地把这双维德这道10 拿出来简单对比一下 首先在外观上 你们觉得10代和11代哪双颜值更高呢 喜欢11代可以扣个1 喜欢10代的可以扣个2 我个人反正是觉得这双11更帅 这双鞋设计真的是非常的顶 但是外观至少 在我这我可以给它打到9.9分 说真的 看一下把后面这个菊花logo 这个白色给它换成一个飞人 然后直接当做aj40代来卖 我觉得都是够格的 而且一定会成为经典 但是它的帅是有死角的 就是第一视角俯视 从上面看就像是穿了一个白色的泡沫饭盒 跟侧面这种修长的感觉完全不搭尬的 然后除了外观它的用料我也很喜欢 老观众都知道 我还是比较喜欢真皮鞋面的 而这双鞋中底往上 整个这一圈白色用的都是质量非常好的真皮 从侧面的切口可以看到 做的非常非常厚 而且这切口做工相当的好 甚至还有封边 而且在弯折还有挤压的时候 它这些皱折看着就很舒服很舒服 并且它也不像以前李宁用的很多真皮鞋面 上面涂层给的特别特别的厚 这个真皮上面的涂层就很薄 很好的还原了真皮本来的质感 然后来到静态的上脚感受 这一块我认为是11代比10代提升最大的地方 左右脚分别穿着这两只鞋 能感觉到11代的包裹 明显是更加的厚实饱满 之前我说过无数次的问题 李宁这回终于做到了 就是它在整个鞋身的那层 都有一层厚度刚刚好的海面填充 这就很好地达到了作为一双顶级定位的实战鞋 初上脚该有的那种高级感 相比之下 10代就显得很实战 但是有点单薄 不过在脚型适配范围上 它就没有10代那么友好了 它的前掌是非常紧的 脚趾上面压得非常低 甚至脚趾前面两侧的部分 由于有这些泡棉的上翻 也有一种被夹得很紧的感觉 但在吃码选择上 我个人还是按平时的正常码 也就是US10.544码来选 也是没问题的 脚趾正前方也是有刚刚好的余量 但前掌比较宽的 尤其是脚趾前面比较宽的 这双鞋吃码就相对比较难选 往大了选 内掌会太长 前掌也会显得特别难弯折 而实战的前掌静态舒适度明显是更好的 脚趾可以相对张开的稍微多一些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前掌泡棉上翻 形状做的有点太尖了 甚至可能会给你造成 把大脚趾往外側掰 也就是有一点母外翻的隐患 而从鞋垫上看 它的鞋楦形状是没问题的 大脚趾内侧也相对平直 没有明显的收尖 所以对于脚宽的人来说 前掌的适配性 这双鞋确实是个问题 然后再来到脚背部分 它的脚背开度还是比较大的 高脚背也是OK的 另外就是它的鞋舌 我之前老说李宁的鞋舌 总是做的不太好 老是搞得很平直 跟脚踝前面不贴合 这双鞋从侧面看 确实也还是挺直的 但比之前实际上的效果要好得多 它在上半部分 有这些横条的切割 还是可以基本上 达到跟脚踝前面凹陷的贴合 拉紧鞋带之后 也不会有那种很难看的皱褶 这个比预衰Ultra要好很多很多 然后就是在足底侧 11代的内侧足弓支撑感受 相比10代是一个巨大的提升 虽然说鞋垫依然没有足弓上翻定位 但是它的鞋面 还有中底的上翻 以及内收都要做得更好 内侧足弓支撑感受相当的饱满 而且由于侧面是这种皮质的材料 拉紧鞋带之后 可以给侧向提供很好的承托感 不像10代这里软啪啪的 很容易往外扩 而且10代穿过的应该知道 你在系紧鞋带的时候 感觉收紧的力度是从上往下压的 而这双鞋呢 更多的是感受到来自两侧的加进 然后简单看一下动态表现 在前后过度上 由于它的外底非常的平整且圆润 所以前后过度非常丝滑自然 这点也是要强于时代 然后就是中底的脚感 蹦感非常强 并且脚感非常整 当然这个脚感有一部分是这个鞋垫 还有中底框架提供的 这次它没有用TPO的全包边 而是换成了白色的泡棉框架 这个泡棉材质的调校 我觉得质感真的很像Nike的Fylon 就是回弹稍微弱了一点点 但是这已经是我见过 目前国产最好的泡棉框架了 我之前也讲过 我认为Nike最强的科技除了Zoom之外 最被低估且最重要 甚至是比Zoom还要重要的 就是它Fylon框架的调校 然后就是鞋垫 材质好像也是超级接 但密度要比之前的低一些 手感脚感都要更软弹一些 所以这些加在一起 配合上整体厚度的增加 就让它的崩感更强 后掌踩上去甚至像是踩着Zoom 而在前后落差上 一只为的这道石是5毫米 而11代实际体感 我觉得应该是往回放了一些 没有那么的激进 实际数据应该是在6毫米左右 当然这个实际体感落差的增加 也有可能是因为后跟部分 它的上翘弧度做得更正常了 属于一个更自然的球形后跟 并不会像时代一样 出现某些大角度的制动 容易踩空 或者像有些人反映的一样 后退容易出现往后倒的问题 然后再来到前掌 它看起来真的非常非常的宽 从上面也可以看到 中底是相对斜面部分 往出延伸非常多的 但是它前掌实际的触底面 是比较正常的 整个周围都做了大幅度的弧性上翻 这种处理方式 其实很类似防护三AUTRA 但即使做了这么大幅度的上翘 我个人还是感觉 这些延伸出来的东西 有点太宽太肥了 这也很大的降低了前掌的灵活性 没有像10代这样特别轻快的感觉 所以11代的驾驭门槛更高了 对于下肢的负担也更重了一些 你要是说登地时的回弹力度 还有推进感 这双鞋真的是特别特别强 突破时候就像是涡轮增压 要有一个起压的过程 你第一步登起来可能不是那么的干脆 但是到后面越登越有劲 越登速度越快 下快攻或者突破冲起来的时候 感觉真的是非常爽 非常的炸裂 不过这种结构也特别不适合 做一些短步或者小碎步的动作 然后再补充一下 这双鞋在跑动中 什么祖传外翻 力线偏移 也都是没有的 特别的正 而且我之前还是很担心 这些泡棉还有TPU结构 在大角度制动的时候 会不会造成脚踝部分的不适感 而实战之后完全打消了这些疑虑 非常舒服一点问题没有 然后再横向 先说一下它整体的抓地力 这双鞋依然是采用了GCU外底 而且好像又是一个新调教出的配方 这次的GCU在木地板上摩擦的声音特别响 抓地当然也是特别的干脆 而且两只脚虽然纹路不一样 但实际的抓地感受没有区别 毕竟它主要是靠材质的 不过稍微有一点点怕灰 偶尔需要用手去擦下鞋底 不过这次的材质在耐磨性上 好像又打了些折扣 我在前掌发力比较多的这些地方 只实战的一次全场就已经有点起毛了 这点比之前穿过的GCU是要差的 然后它还有一个可以说大胆可以说离谱的设计 就是在后掌的外侧边缘 这一片是没有外底覆盖的 所以无论是跑动还是起跳之前的制动 触地面都只有大概三分之二是GCU 三分之一是这个中底泡棉 你要是说打滑嘛 确实也没有出现过 就是让我心里稍微有点不放心 万一采头灰或者汗啥的还真就不好说 因为它再往上就是TPU材质了 万一在这个地方没抓住 稍微滑一下 衔接到TPU 那是不是又要低滑直秀了呢 但目前我还确实没遇到过任何问题 但不知道这个泡棉磨多了之后 会不会变得越来越滑 这个我们到后期再跟大家反馈 然后再来说一下变相的感受 它的前掌内侧触感没问题 非常的丝滑 但是由于它毕竟延伸出来这么多 实际体感变相时候 脚节踩的东西还是很厚的 所以稍微有点肉 再加上它是一个所谓全能型的碳核心 一开始穿的时候确实很板脚 但是我稍微穿开了之后 这个方向的弯折好像还可以 但有一个问题你是避免不了的 就是说的刚才这些延伸出来的材质 在横向蹬地的时候 会对对侧产生一个很明显的拉扯感 同时它的鞋带系统覆盖的位置 是比较靠后的 整个前掌完全就是靠鞋面 还有内衬填充来做包裹 所以脚带鞋里还是稍微会有一个 翻转滑动的趋势 去往球鞋的外侧去顶 这也是它在变相时候不如时代 感觉那么干脆的一个重要原因 不过再往后 整体锁定 还有侧向支撑的极限都非常非常的强 外侧全都是大面积的上盘 这极限你受得了吗 然后它还没有那种撞墙感 外侧支撑很舒服 毕竟材质比较软 鞋面材料是真皮 内衬填成为比较厚实 所以总体质很舒服 变相很有劲的 但就是不那么灵活 稍微有点笨 那种追求贴地的变相狂魔 估计不会喜欢这双鞋 最后说说弹跳感受 在极限弹跳上 我也穿这双鞋扣过了 但是还没有录视频 但整体感受确实没啥好说的 非常非常爽 这个后跟虽然结构没有那么激进 可以允许的制动角度 不像时代那么大 但毕竟它还是一个 比较窄比较圆的球形 踩起来还是很爽的 然后往前过度特别流畅 力传导特别饱满 然后前掌蹬起来 力度超强 所以它也是同时适合 弹性型和力量型的起跳 但是稍微偏力量型 单纯喜欢用前掌往地上去应对的 这双鞋穿开之后也会非常爽 我穿它不光扣篮 感觉很有劲很轻松 在更多的实战场景下 比如说快空上篮前面有防守人 这一跳我需要拼一下高度和距离 这双鞋就让我非常有信心 过人之后可以很轻松的去平框上篮 然后跳起来之后的落地缓冲上 这双鞋的极限 也要比韦德之道10高很多 这也是在实战方面 相比时代最大的一个提升 它真的可以让我非常放心的去落地 甚至个别情况后掌的落地也特别的舒服 因为这双鞋是有泡棉框架的 在后掌应该就是在这里开了一个洞 让泵上下关通 所以11代完全不会出现 10代上面那种后跟支洞 或者落地的第二步后跟触地 整个后掌被踩穿 根骨直接扎在地上的情况 然后整体落地时的稳定性也非常不错 特别有安全感 但就是整个中底有点变厚了 场地感有所下降 来自本体的反馈就不是很清晰 然后再补充一些其他方面的问题 首先重量44码 单只396克 再回顾一下维德这道石 大概是380克 其实它还轻了十几克 并且作为一双全皮质 全超龄界发炮的鞋 它已经很轻了 但实际上角 他们俩的差距可不止十几克 这双鞋穿着更像一双400大几的鞋 然后透气性 全皮鞋面懂得都懂 它整个鞋面 真的只有鞋车上面有一些全重头的大孔 然后就是耐久度 这双鞋上大家都知道 各个地方都有很多的个人元素和细节设计 但是中底周围的泡棉延伸 非常容易磨损 看这前掌起毛了 好掉 然后这块TPU 它上面的图案都是印上去的 所以在后边的内侧 两只脚一打架 很多直接就被磨掉了 然后就是这个泡棉框架 穿完之后上面的皱褶很多很密 影响颜值 而鞋面真皮部分好像还好 穿完之后并没有马上出现死皱 最后简单总结一下 这双11代相比10代 穿起来要稍微更笨重了一些 适合的人群也没有10代那么广泛 感觉它更偏向于力量爆发型或者内线 当然整体的实战特性还是非常全能的 也没有什么短板 但就是穿起来少了10代上面那种轻快感 而在运动表现上 只要你能踩得动或者能把它穿开 这双鞋的加成效果依然是非常炸裂的 所以两双鞋相对比 我认为10代依然是更适合大部分人的选择 而11代目前来看 我认为它是设计大于10代的 但是它的10代依然非常强 只不过驾驭门槛确实变高了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 维的这道1110代出测减评的全部内容 这双鞋我也肯定会对它进行长测 所以如果你想尽快看到它的长测视频的话 那就别忘了点赞留言收藏支持一波 新观众千万千万记得点个关注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的视频更新 那视频的最后还是感谢你们的观看与支持 这次征搜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